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无辜的百姓也因此被卷入到战争中去 在面对战争中的刀枪炮火 人类的生命总是显得脆弱不堪 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 总是有人战死沙场 又或者是被敌方所抓 成为了战俘 而今天小编就和你说说在二战中 三战俘集体被枪决的时候 他们为何不敢反抗挣扎一反 活着的老兵道出了三个关键的原因 在一些战争的影视剧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么一幕 那些被敌方所抓成为战俘的人 如同行尸走肉 一般被压榜到了集中营或者是刑场 因为战俘人数中毒 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没有被捆绑 等来到了地势开阔的刑场后 几位士兵便拿着枪械对着战俘们残忍的扫射 也许看到这一幕的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为何这些战俘在面对生死的时候 却为何不搏一搏 反抗一般或许还有生存的机会 实际上在二战末期 战俘被集体枪决的情况并不少见 例如在苏联红军俘虏日军50万人当中 就出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 当然除了集体被枪决外 这些日本战俘大多数都被压榜到了西伯利亚做苦役 因为日本战俘的人数实在过多 当时的押运人员也是人数不多 所以通常是几位苏联红军 押送着成百上千位日本战俘 甚至有些日本战俘的身上还藏有相信 可即使是如此 狡猾残忍的日本士兵也不敢坐着任何反抗 一路上面无表情的如同行尸走肉 至于为何没有人敢反抗 一些活着的老兵倒出了这么三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 那就是还存在一些侥幸心理了 因为在国际上 是有明确的要优待战俘的条约的 可实际上呢 战争一旦爆发 许多国家根本就没有遵守这一条约 当然 当时的中国在对待战俘方面 还是始终遵守着国际上的规定 第二是缺乏真正的带头人 为了避免战俘集体闹事 这些战俘通常是被打乱后安置的 因此 战俘之间也缺乏信任 不可否认的是 在这些战俘当中的确存在那些很有能力的人 但即使是如此 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必经枪打出头鸟 要想成为带头人 可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第三便是丧失了求生意识 身心都深受折磨 在面对生与死的情况下 大多数人还是心存恐惧的 而战俘也不例外 但他们对生存都丧失了念想 又何谈反抗之心呢 总之 在受外部环境和各种心理作用下 战俘们根本就不敢反抗 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为自己祈祷 并等待着最终的命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